槟城议会昨天通过了修改州宪法 限制首长任期两届 那五级牛乳儿区国会议员 兰卡巴欣今天呼吁中央政府 向宾州政府看齐 限制首相任期 但他也认为 现任两届太短了 难以让政策完善的推行 因此建议最少要三届 才能证明治理能力 宾州议会通过限制首长任期两届 开创复活民主议事 也是行动党法律职主任的 兰卡巴欣赞同宾州政府 这项决定能提醒再会者 在有限任期内更好的服务人民 同时杜绝领袖自满自大 但他同时认为 两届或最多十年的任期太短 而好的举措值得效仿 他建议中央政府 向宾州政府看齐 限制首相任期 但需要至少三届 因为这才能制定出 更成熟的政策 针对巴生谷一家政府医院 早前传出资深医生涉嫌性骚扰 屡实习医生事件 兰卡巴欣指出 我国现有劳工法令 无法为性骚扰受害者提供足够保护 再加上相关条例只能应用在私人界 覆盖范围太窄小 因此他将在近期向国会提成 全新的性骚扰法令 至于医生性骚扰 女实习生案件调查进展 他透露涉案医生已经停止查办 相关单位将展开深入调查